孩子父亲的声明主要包含以下12点信息 一 开始的时候孩子还有呼吸 在120 1110都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12点40分他向社区求助 希望能够用社区的车去医院 但是这个方法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第二点 他下楼向社区的工作人员求助 一个人说没有带手机 一个人又让他继续打120 社区的人看起来够冷血了吧 但是这还不够 第三点信息 社区的人这个时候还要问有没有核酸 可是小区连续封控 已经十天都没有给人家做核酸了 这个社区的人肯定是知道的吧 这不仅是不帮忙 还赤裸裸的为难一个 想要拯救自己小孩的父亲 共产党人的属性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四点呢 等了很久 120都没有来 他只好扯开委党 强冲关卡 第五点 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 打到了车 车费还是这位好心人给付的 第六点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派出所的民警是在孩子已经到达医院抢救的时候才到的 那么警察到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尽快做尸检 尽快确认这是煤气中毒死亡的 可是医院却给出了窒息死亡的结果 第八点 孩子父亲认为孩子要是早点送到的话 也许还能救过来 第九点 这中间一直有一位社区的前领导人在帮助协调 甚至还有另外一个人说自己是民间机构的 要给孩子父亲10万元人民币 为什么呢 当然是封口费了 想要封口费 那么你就必须签协议 不追究社区的责任 第十一点 孩子的父亲没有要这个黑心钱 他还是想要给孩子一个说法 最后直到现在呢 社区都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我们再来看警方的通报 这个警方的通报似乎发生在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因为很多关键信息都和孩子父亲所说的对不上 那么到底是谁在撒谎呢 我认为不会是权威的警察叔叔吧 你说呢 这份通报的第一点先是确认在13点43分的时候 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要注意这个时候孩子还在小区里 还没有坐上前往医院的车 因为在第二点说了民警到达现场之后 他们充分发挥了中国好人的精神 协助群众于13点57分将孩子的母亲和小孩一起送往了医院 可是孩子的父亲明明说民警是在孩子已经到达医院之后 抢救的时候才到的呀 难道之前帮助这家人打车的好心人就是某一个便衣警察做好事不留名吗 第三点警方赶紧声明 都注意了这是一个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 跟我们警察跟社区跟谁都没有关系 这是他们自己的错误 自己没有注意安全一氧化碳中毒死的 坚决的彻底的跟防疫划清了界限 最后还不忘记伪善的对大家发出提醒 要大家注意安全 要我看呢 注意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远离共产党 感谢观看